本节目由小涛睡前故事赞助播出 晚上睡不着那就关注公众号小涛解说 每晚一个睡前有声故事 另外不定期还有粉丝福利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 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日本恐怖电影 生死大战家椰子 电影刚开始 两个女生在课堂上睡着了 老师的讲课内容也是很奇怪 居然是讲一些传说中的鬼怪 这个老师认为这些都是传说 但是他本人却非常喜欢真词 并且相信有真词的存在 荒唐了一节课后 两人就去喝东西 这时小夏拿出一个录像带 说想要看婚礼的录像 但是没有DVD 于是两人就去二手商店 逃了一个最便宜的 俗话说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到了晚上 两人正准备观看小夏的录像带时 却发现DVD里有一盘录像带 于是两人就拿来观看 而这时 有理手机突然响了 就去看了一下手机 这时 只剩下小夏一个人在观看 看完后 小夏说这个很可能是被诅咒的录像带 就在有理安慰小夏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 小夏接起电话 听到了很严重的噪音 而且还看到了真误 第二天下午 两人去找店铺老板 说里面有很奇怪的录像 老板告诉两人 店里有个打工女孩 因为两天前看了录像 刚刚自杀 两人听后非常害怕 就去找小森老师解决 而小森老师听到有录像带 非常兴奋 三人回到办公室 小森说自己非常喜欢真词 就立刻打开录像带 看了起来 并且还把两个女生请了出去 两人出去没一会儿 就听到了老师的尖叫声 还以为老师出事了 就急忙跑去查看 老师说这是很珍贵的东西 只是遗憾真词没有出现 两人局移寻找解救的方法 这时 老师告诉两人 可以去找雏林的大师 到了晚上 老师带两人来到雏林师 做法的房子 做了一番法后 就开始给小夏灌水 没一会儿后 小夏体内的东西 真的显现了出来 随后刚刚绑着小夏两人 相聚自杀 接着真子又收了老师 和雏林师两个人头 真子获得四杀 小夏昏迷 尤里急忙上去叫醒小夏 这时尤里要求小夏 把诅咒传给自己 没想到小夏的诅咒解不了 自己也摊上了这个诅咒 就在尤里接电话的时候 又进来一位卷发男 和一个小女孩 卷发男告诉尤里 自己可以救他们二人 就在两人开玩笑的时候 小夏啃求卷发男救他 刚说完话 小夏就发疯了 卷发男赶去救了他 接着从小夏口中 捕出了很多头发 看着涛哥真是一阵恶心啊 尤里带两人回到屋里 卷发男说 不要出屋子 明天来接两人 就在卷发男要走的时候 尤里拜托卷发男 把录像刻成光盘 第二天晚上 尤里去洗澡 突然从天花板上 掉了许多头发下来 吓得尤里大声唸叫 而此时小夏却把录像 传到了网上 在这里 韬哥给你来播666 而另一边 小林因为父亲的工作 搬了家 而家的对面 就是俊雄的家 也就是家椰子的老巢 小林因为对房子的好奇 三番五次想进去瞧瞧 而学校的朋友 劝自己千万不要进那个房子 有一次放学 小林看到房子前 站了一个小男孩 就上去询问 这时又有三个孩子来了 小林问了小男孩没事后 就走了 原来是三个男孩 欺负小黄 让小黄进家椰子的家 小黄进到房间里 看到了俊雄 吓得立马捂上了眼睛 慢慢拿开手 发现俊雄就在自己眼前 后来小黄出来 打伤外面的孩子 就又跑了回去 其他三个孩子不服 也追了进去 后来都被俊雄和家椰子带走了 几天后 卷发男带着小女孩 来到家椰子的家 小女孩说 只要进到房子里 就会受到诅咒 两人绕到院子后面 发现了一口井 于是决定 如果计划失败 就把家椰子和真子 都分印在井里 出门的时候 发现了站在门口的小黄 卷发男劝小黄不要进去 晚上回到家后 小黄听到父母说 有四个孩子失踪了 而且正是自己 前几天看到的四个小孩 正准备回房间 突然看到了很奇怪的小黄 害怕的小黄连连后退 然后被妈妈唤醒 原来是幻觉 而这时的小夏 告诉尤里 自己上传了录像 但是删除的时候 已经被下载了 尤里感觉小夏真的疯了 此时小夏突然拿着绳子 跑到另外一个房间上吊了 接着小夏 就被突然出现的真子 给吓死了 等到卷发男和尤里 赶来的时候 小夏嘴里满是头发 甚至恐怖恶心 而这边的小黄 受不住诱惑 就去了家椰子的家 一看究竟 小黄在房间里 看到了小黄 一时劝他回家 结果被俊雄的出现 吓得急忙逃跑 这时小黄的父母 及时赶来 刚要带走小黄 父亲就被俊雄拖走了 母亲也被家椰子拖走了 而小黄则是被卷发男救出 然后晕了过去 小黄他的父母已经死了 这时卷发男决定 以毒攻毒 把真子和家椰子都召唤出来 两人再次进入到 家椰子的房间 小黄负责看真子录像 而游离去找家椰子 他们打算把真子和家椰子 都召唤出来后 让他们两个 因为争夺被诅咒的人 而打起来 这样就会两败俱伤 到了晚上 本来计划都在顺利进行着 可是没想到 真子和家椰子都没消失 卷发男就去救两人 并用录像带 挑起了真子的愤怒 然后急忙向水井跑去 他告诉两人 需要牺牲一个人 让两个女鬼都和那个人融合 大概就可以消灭他们了 这时游离决定自己去 就在游离刚站到井口的时候 家椰子和真子同时登场 但是没想到 两个boss自己结合了 变成了超级大boss 结果当然是超级大boss赢了 不仅把卷发男和游离杀了 小黄也难逃一死 这部电影还真是出乎涛哥的意料 竟然是邪恶战胜了阵义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